民众低头打着电脑 在独立包厢里认真办公 但这里不是K数中心 也不是网咖 而是便利商店 几乎无所不能的便利商店 现在又有新服务 斜杠推出多功能自助式包厢 半以三大的策略 低接触 高隐私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包厢比卡付钱就能进入 还付插座 Wi-Fi 有人觉得不错 像这样的空间的话 我觉得也比较不会跟人接触 到面对面接触 然后又带来一个半隐秘的空间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但有人喜欢更多一点隐私 比较有隐私 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我在玩电脑的时候 后面有人走来走去 那样的感觉 有超商推独立包厢吸引客人 也有超商推自助洗衣服务 只要使用APP 就能及时查询洗衣状况 不用空等 洗衣呼应结束也会有简讯 直接通知 超商各出其招 推出五花八门的服务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记者刘志展 叶玉娜的综合BOD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次序生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我们下期待